嗨 欢迎回到100设计Q&A 想要让家看起来美观 除了室内设计的规划外 居家陈设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 今天100想分享三种绝对不会出错的色彩搭配法 教大家挑选居家用品 第一个 要教大家最简单的1加2搭配法则 选出最喜欢的主题颜色 例如画面当中选择了蓝色系 再搭配两种五彩色 五彩色就是黑灰白色接的系列做搭配 就可以让空间看起来简约又协调 第二种呢 是2加1搭配法 需选出两种相互协调的颜色 再配上一个五彩色 如果不知道什么颜色搭配起来比较协调的话 这边教大家一个小pubo 大家可以上100网站 找自己喜欢的色彩案例照 从画面当中选取临近的两种颜色 就可以找出自己所喜欢的搭配色系咯 像画面当中 棕色木质系 就很适合清新自然异象的绿色 再配上一个五彩色 看起来就会协调并富有层次感 第三种是最有难度的三彩 一次拥有三种颜色 视觉上没有重点 会觉得很混乱 遵循以下三步骤 一样能驾驭三彩哦 第一 我们要先从喜欢的案例照中 选取临近的三种颜色 第二 找出最喜欢的颜色当作主体色 做大量采购 假如你喜欢粉红色 买了四五样粉色单品 那其他两种颜色就各买一两样单品 作为点缀使用就可以了 第三 尝试挑选一些有金属质感的单品 视觉会多一点变化 或选穿透性材质 如压克力啦 或玻璃 让亮提体积看起来较轻盈 整体视觉会更有美观与质感哦 最后重新整理以上重点给大家 希望这次的影片让大家对选购居家用品更有灵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开小铃铛并分享 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讨论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